去年做的这个酱猪头肉啊 早早的就吃完了 真的是太好吃了 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趁现在天气还不是很热 今天又买了一个猪头 咱们再来做一点酱猪头肉吃 做酱猪头肉 一定要选择这种新鲜的头皮 不要用冻货 冻货做出来的口感就不好啊 看这里面这一面肉新不新鲜 就可以看得出来 是冻货 还是用的那种新鲜的 毛大概已经刮干净了的 现在再用喷火枪来烧一下 彻底的把它处理干净 不然以后晒干之后就不好处理了 老伯今天我有点猪脑口 过段时间也有猪脑口吃 我天天吃猪脑口 我都快成猪脑口了 还吃猪脑口 我看猪脑口不强猪脑口的嘛 还不强猪脑口啊 不要吃啊 快去帮我把猪脑口馅 我烧都烧好啊 我要给你洗 哪个卖的哪个洗 老板不洗 咱们自己洗 烧了毛之后要泡一下 才好洗 烧过的地方用刀这样子一挂 看到没有 就把这些黄色的东西挂下来了 这样子处理的猪头乳 你放心的吃干干净净的 又没有毛 并且也没有松香粘的那个毒 香料来一点八卦 大料 梳子叶叶 梳子皮皮 干辣椒 白蔻 贝纸 去籽的草果 干花椒 锅里面什么都不用放 把香料倒下去 用最小火 给它扁炒一下 这样子才能更加的激发出它的香味 香料开始微微的浮 就可以关火了 倒入泡入的缸里面 再来点贝糖 所有料的用量 我会在视频的结尾给大家打出来 大家把视频看完就能够找到配方了 鸡精 再来加入这个林添加的酱油 我这里是五斤猪头皮 差不多一瓶倒完就可以了 这种量造酱油 它泡出来的盐味刚刚好 然后香味也特别的浓郁 颜色还很漂亮 生抽 在下入下去泡之前 用勺子不停的烤 把下面的糖还有鸡精烤化 烤砖过后 把头皮放进去 其实这个比较长都不好泡 头皮有点长 我们没有切开 所以说它不是很好泡 要一个压的东西把它压住就好了 用一个盆接盆水把它压上去 这样子的话 咱们的第一步腌制就算是好了 每隔24小时给它翻一下 总共腌制五天的时间 五天之后就会拿起来晒 为什么要翻呢 因为它下面的泡得更多 上面的没有泡到那么多 猪头皮泡了五天 真的好香好香 每一次我去翻面之后 那个手上面都特别特别的香 现在就要晾晒了 用钩子直接勾在耳朵上面 也可以用硕色的套 多投几 把巴在上面的香料投掉 今天由于下雨 就只有先挂在这里了 毕竟过了五天了嘛 肯定也要把它晾起来了 不能一直泡着 泡过肉的这个酱汁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用了 再泡的话 肉会臭掉的 并且因为它香味都已经被吸收了嘛 这样挂起来过后 天气好的话 15到20天 就能够封得焦干的 到时候煮一下或者蒸一下就吃 哎呀 想得不得了 因为之前做了三块 现在我想想都很馋 流口水了 多了咱们就不说了哈 反正这个方法又简单 大家自己去做的话 又靠谱又实用 并且又美味的 谢谢大家